第一回合打了以后,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位置,身体的状态还没调整好,在活动活动。 那么,既然我个子比你小,我就想办法贴身打,想办法钻进去,和你这个大个子来。 把距离要压短,要静。 不让你对方有充分的发挥的余地。 张启俊呢,虽然人高马大,但是毕竟年龄只有二十岁。 对,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比较年轻,但是条件非常好。 我们刚才看到,他在厂商做的一些速度力量也非常棒。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,我们说这个运动员还是非常有发展的。 好,接下来进入第二回合比赛。 我们看第二回合比赛,张启俊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比长的优势来克制许家恒。 那么许家恒呢,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小快灵的特点发挥出来? 我们看许家恒刚才就像你说的,在那个谁冲上来的时候,马上就使用了个身高。 刚才看许家恒使用那个贴身以后,使用了个崴。 这一项,我们看许家恒了这个。 这一项,采取一些优秀性的打法。 漂亮,你看他这个。 斯嘉峰这个车做得非常好。 那次比赛规定呢,运动员除了双脚以外,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不能接住擂台的。 和最下面一根没想。 对。 好多的话呢,裁判员都判对方倒地。 对方倒地,一方倒地,另一方就得一分。 嗯,但是也有一个问题。 像张体骏这种身高必长,体重又大的,块又大的这种选手。 那许家恒多用这种暴摔的话,这体能消耗也不。 对,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正确。 你如果是采取这种东西,你要能承受了,能承载了你做这个技术动作的体能。 你的技术趋势,包括你的身体姿势。 我们看许家恒抓了这个身体还是抓得非常好的。 对。 一看就是从经验上来说,比这个张体骏明显就要老到一点。 对。 明显感觉张体骏呢,就显得稚嫩一些。 他在竞争上,哎呦,看这个摆拳。 刚才看这个许家恒使游的后手摆拳。 啊,打得非常有效。 这个张体骏呢,近身想摔的个子太高。 对方这个。 对,对方这个下盘非常稳。 哎,重心踢。 哎,你看。 你看,这就是刚才使用这个节腿摔的时候,把位没有掐死,没有抓到。 来,我们看许家恒现身以后也是保充体力。 对。 我就不接着往下做这个动作。 因为这个90多公斤呢。 来,第二天一下时间到。 啊,90多公斤。 这个摔它一次的话,要把90多公斤的消耗很大的力量。 啊,这个要拎起来,这个体能消耗非常大。 好。 好。